赏金最高920万 45岁男子被法院公开悬赏 从农村青年打拼成明星企业家 11月2日 一份悬赏公告在部分江西本地微信公众号刷屏 刷屏的主要原因是最高达920万的悬赏金额 美京小编查询发现 这起悬赏公告中的被执行人林叶林 是个颇有故事的商人 林叶林从一个农村青年 成长为拥有数亿资产的明星企业家 曾被评为干州十大杰出青年 还曾组建江西唯一的一家职业篮球俱乐部 不过该俱乐部后来出现欠薪问题 今年8月 干州中院发布公告 公开显任林叶林旗下两家企业 新业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新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 该公告中称 本院在执行干零基职238号案过程中 被执行人林叶林 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了义务 现申请执行人江西立卓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提出悬赏执行的申请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5条之规定 特发布执行权上公告 其中享有优先权的主要有 1.江春生的建筑工程价款债权 51449498.15元 2.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分公司对10157平方米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优先债权数额为 3500万元以及相应利息 3.其他优先权 主要包括商品房预售中的按揭贷款抵押权等 不过2015年初 据江西日报报道 江西新业男篮球员苏和超义爆料 球队自2014年3月以来一直拖欠球员 教练及工作人员工资及奖金 总额达200余万元 此外 新业集团的欠薪对象 还不止篮球队员 其下属多家子公司 都存在拖欠员工薪水的情况 疯狼 都无法